那如果你只做比較投資型的 比如說股票那些的話 你可能不會在這裡放空 也許就行 但至少不要再跌下來的時候 有股票會淘在這邊 像我有朋友他買了兩檔股票 紅海什麼東西 淘在已經蠻高的地方 1.25的1.35 到這裡他等著什麼 等著跑回去他的成本 那你可能一億 因為真正的話 你要再跌下來的時候 你是沒有單人 然後在這裡承接完之後上去 你叫一個霍裂鋒鋒鋒 然後到這邊八截圓的年跌下來之後 我們就曉得他是八截圓年 所以又是一個什麼 很好的一個承接點 那在九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說 我們一整年就是抱著抱著 抱某個地方之後把它出場 也許你在這裡就會出場 然後後面也許不會賺到 但這個沒有關係 但至少說你跌下來還是真的 但你要做細一點 我們有細一點做法 那這個也都符合 所以這個空白處呢 就自己填 自己填看看要怎麼走 但因為我貼一張圖的時候 已經是1月份的事情了 那現在已經4月多 快5月了 那後面是怎麼走 後面是怎麼走 其實你自己就曉得了嗎 現在已經5萬億了 5萬億了 那貼一張圖的時候 還沒有 好像才9000多吧 所以這個利潤有沒有賺到 沒有賺到沒關係 至少不要被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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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抱7年抱10年那種 實際上你會發現沒有那麼划算 沒有那麼划算 那就算你要做一些比較 比如說什麼那種更無腦的投資 比如說你要做什麼基金之類的那種東西的話 還是說那種什麼配不配息的話 你自己要挑低點買 挑低點買 挑低點買 你不要真的每個月都買 那你是在這個等於平均成本這邊 那平均成本這邊呢 當然你抱一抱會在某一年拉上去 讓你有活力 可是你會發現你抱這麼久 你其實效益沒有那麼好 我們希望的效益是 我們可以常常達到說 我們可以避開這些崩盤 把我們單位先除掉 然後再提反更低的成本 接更多的部位回來 再來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操作的一個目標 那我先問一下 對這個10年循環這個東西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要講短線 沒有問題 OK 剛剛講了兩個輪候 他是 他出現的時間點 他是 在 或是 會是在 要說 剛才講的那兩個輪候 兩個 對 他出現的時候 大致上 我們 你要怎麼知道 可能是第一個輪候或第二個輪候 好 剛剛講第二個輪候 輪候則會存在什麼地方 第二個輪候則會存在 9 還有6 以及3或4附近 但是3和4附近 因為他在這10年之中 我們可以看好 這10年之中 他是一個一直上漲的一個波段 然後到這邊才崩盤下來 所以一個最大的利潤呢 是在後半段這一段 而不是前半段這一段 這一段 那 所以第二段模型呢 我們主要是用在6和9這個地方 其他我們都以第一段為主 其他幾乎都是第一段 但他也有例外 就是像 2004、2005 他這個東西 他就是一個盤整 然後要長 也不長 要跌也不跌 他是一個例外 但是這 這麼多年呢 就也只有這個例外 變成這個例外呢 不會害你賠錢 用這個法則不會害你賠錢 所以沒有問題 那對這個 還有什麼其他問題 都沒有 OK喔 那我們開始講短線的東西 那主要呢 我們這個短線技術 可以用在全球任何一個市場 任何一個商品 任何一個週期 你可以用在日線 日線啊 小時線 一分鐘線 五分鐘線都可以 但是你用太小的時候 其實會無法cover 交易成本還滑價 所以我個人大部分呢 我不會用小於五分鐘的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要先講一下他的交易流程 交易流程 那這個流程很重要 這就很重要 首先第一點喔 判斷趨勢 OK喔 我想大家都知道不要逆勢操作 可是實際上有人會逆勢操作 我再問這麼一句話 你如果知道等一下會跌 你會想到這裡解脫嗎 一定沒有會幹這種事情 一定沒有幹這種事情 那你會解脫的原因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你認為他會長 所以沒有人會逆勢操作 那可是很多書或是很多客人跟你講 什麼趨勢是你的好朋友 不要逆勢操作 然後逆勢怎麼樣 順勢怎麼樣 順勢怎麼樣順勢操作 可是有沒有跟你講 怎麼判斷趨勢 我講沒有 當然有人跟你說 底不破底 可是什麼叫底不破底 我畫一個圖 什麼叫底不破底 現在這個圖好像長這個樣子好了 低一點好像變高了 低一點越來越高 這樣看起來好像沒有破底 那結果呢? 掉下來 就破了 你怎麼知道哪一個底是對的 然後躲到上去呢? 怎麼好像他還是一個落頭 所以底不破底這個東西 他其實是一個事後看的東西 他不是一個事情看的東西 那你會發現他就是一個廢話 這是一個廢話 所以我們不能用這樣來判斷趨勢 那怎麼樣判斷? 怎樣判斷你的趨勢? 我在這裡先講怎樣判斷你的趨勢? 首先市場 我們驗證 包含一些國外論文有驗證 它是由周錫波索組成的 這是一個比較理工科的概念 但是我們不要講太數學化的東西 我們只要知道說 如果有一個比較大的波加上一個比較小的波 它會長成什麼樣子? 你要想這個小波也能大波走 所以它可能會變成一個這樣 大概像這種感覺 這可不可以體會? 可不可以體會? 你可能會覺得這跟市場有什麼關係 我跟你講市場就是這個東西 我可以證明給大家看 它就是這個東西 那一個周錫波它有什麼東西? 它有時間、有政府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數學算式去預測下一個位置 但是我們現在先不管這種複雜的事情 我們先看這個概念 你們認為這個概念哪一個可以當趨勢? 當然是大這個 當大的這個往上的時候趨勢向上 然後我們在小的這個的回檔層間 於是在這個圖會變什麼樣子? 我們在這邊判斷趨勢向上 所以回檔、回檔層間 然後到這裡趨勢向下 所以我們逢高放投 逢高放投 這就順次操作 所以你要先判斷出大的往哪邊? 那這個有哪些方式可以判斷? 你可以用一些任何指標 它可以判斷就可以判斷 但是它不可能判斷出100% 如果可以100%判斷 代表你一定可以判斷出 每一個最大、最小的轉折點 就最高跟最低點 那你也不需要判斷這個趨勢了 你直接在最高、最低點做就好 所以它只是一個過濾 比如說我可以過濾出六成、七成 確認它可能什麼趨勢 但它也有失敗的地方 或者是說我們成功的地方 又可以卡回掉失敗的地方回首就可以了 這是一點 那按照這個觀念呢 我們要怎麼做? 我這裡等一下會講一些實際的例子 那我們既然這個流程已經看過一遍 第二個確認進場訊號 進場訊號是什麼? 我們注意看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這樣子的圖 有一個這樣子的圖 所以你要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你可以判斷這個轉折附近是可以進場的 轉折附近是可以進場的 那這個呢 也許可以用一些指標來操作還是怎麼樣 這個我們等一下舉實際的例子來講 這個就要進場訊號 就是哪時候止疊 哪時候止疊 哪時候盤完 當然我們不可能一定抓到最高點 它一定是有一個次高點的這種操作 你要去判斷這一點 那我們記住剛剛的兩個流程 多頭趨勢我們只做多 空頭趨勢我們只放空 為什麼? 為什麼? 你看嘛 這個回答上升的比例是差很多 就絕大部分的盤勢來講 它們這兩個回答上升的比例差很多 你想一下 如果你的指標準 那你空在一個次高點的地方 然後呢 你回補你不可以回補到最低點 你一定回補在一個次低點 它已經彈起來之後才回補 你這個怎麼樣? 獲利區間太小了 甚至在順勢的時候呢 一個消息面可能就會暴走 如果你知道逆勢空門也發現說 你本來空了幾天還有獲利嗎? 然後不然你一根檔檔檔 那個2090的這樣 它直接給兩個檔檔 所以逆勢呢比較危險 而且低路很少 那我們不要為這個小利潤的本身 而且交易最恐怖的事情是什麼? 這是什麼? 你在這裡放空陪了 請問這邊做得多你敢接 你一定猶豫了 因為你前面陪過一點 所以你就這裡不敢接 你在這裡空了陪了 這裡不敢接 然後呢 這邊呢你要不要做你會有可能猶豫 你要繼續空還是要接 你就想說 媽的我前面我空過 我後面要空到底了 我一定要猜到什麼? 猜到最高點出來 它們問題是說 高點只有一個 你每個都猜就死人猜 那真正交易是怎麼樣? 我這裡接 這裡接 我這裡都賺 然後呢 我可能在這邊呢 也接了 這裡趨勢已經變空了 可是我們指標可能比較慢 比較慢 那這裡呢 這個回答我們可能也遠去做了 然後賠了 或者是說 如果我們賺二升更多的支配力 所以我們可以賺錢 那很多人是為了逃避這個東西 逃避這一筆也虧損 所以他前面不敢下 後面不敢下 到這裡呢 搞不搞就下了 然後他就萬轉空 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你逆勢操作呢 會衍生很多心理上的問題 那確認進場均耀 接下來我們就要知道我們停損點在哪邊 我們才會開始進場 那為什麼要先知道停損點 因為停損點這個東西呢 他跟我們的風險 他不會有關係 那停損點這個東西 我給大家一個比較通用的東西 叫做平均真實區間 ATR 然後我個人用20的ATR 這個是大部分軟體都會有的一個指標 然後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Sale 你可以去Google他的公式自己計算也可以 那這個東西呢 他是這個樣子 ATR這個東西跟波動有關 就是盤式的波動 你想一下嘛 你台子 假設現在一萬一千點 你停損點設一百點 他台子只有兩千點 你停損點設一百點 一點沒有一樣 不一樣吧 那如果以後台子到兩萬點 你居然是用一百 你越來越容易被吸掉 那這個東西他是一個動態調整 你可以用這個東西當一個停損架 而且可以用在任何一個市場 那你有停損點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來計算我們的風險和部位 這個東西 你可以注意到很多人是怎麼 用他的部位來推算停損 這是錯的 比如說我現在下了三口 然後我只想虧兩萬塊 所以我停損點之後幾點 這個不對 這個扭力也容易被洗掉 正常方式是說 我這樣假設 現在你的停損點在一百點 以台子來說 你發現ATR等一百 那一口大的台會賠多少錢 會賠兩萬塊 那假設你的資金一百萬 你的資金一百萬 那我們再講一個東西叫做 我每次交易所希望承擔的風險 就是我一次只想賠多少錢 那這個數字呢 一般建議在2到5% 我覺得一般的類可以承受的是2按3 2按3到5有點太高 然後如果用1的話我覺得又有點低 所以你資金非常大 你不太在意能過益率 那2到5%意思是什麼 就是我一筆交易呢 我只能賠2% 這你要選一個數字 你要選2或是3 那通常我在台灣的那個年出行前的時候 我會把它爆到3或4以上 為什麼 因為那一段很好賺 那一段就是送分題 那其他時候我就以2為主 可以了 2為主 那我們有這幾個東西 我們要怎麼樣計算庫位 我想一百萬可以下集 如果我用2%的 一百萬2%是多少錢 2萬 那我停留點剛好是2萬 所以我只能怎麼樣 下一大口 一百萬總做一大口 聽起來很小很小 很小 小到好像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但是也因為沒什麼太大的感覺 你對這個單才做得好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這種經驗 就是說如果你單子壓得很重 停留點到的時候你會做什麼事情 繼續往下移 你會把停留點繼續往下移 你就出不出去嘛 就是到你停留點之後 你又開始想說 哎呀心裡不想停損 開始去看其他指標 找其他理由 你就是不肯停損 因為你怕停留在最低點 其實或是說你怕停留起來太痛了 所以你停不下去 那當然如果你用1%或是0.5% 我跟你講這個單子沒有感覺到 你也不想停留 你就只是把它擺著 那這個也是一個不對的方式 所以我覺得2或3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這裡主要是希望說 我們用一個低風險來賺取高的報酬 比如說我們報酬率大概成30、40、50、60 但是我每一筆承擔的風險才能趴的 所以它非常安全 甚至說你報的單睡覺 你也不怕晚上出現什麼奇怪怪的事情 疫症還是什麼什麼消息什麼的 你會省略它 所以你會做得很舒服 那做得很舒服又高報酬 才不會造成說我們帳戶的那個 帳戶的波動一直在波動 就是我賺的時候就賺到10% 賠的時候換賠到10% 那這個東西你會覺得很沒有踏實感 你心裡是一個 你會覺得那個錢都在你的那個數字上跳來跳去 它不會進你的口袋 所以它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也包含很多所謂的心理問題 主要來自於什麼 主要來自於你的部位控管不好 你放太大部位 所以心理問題就很高 那這個東西呢 它是一個蠻通用的東西 這東西不是我個人發明的 因為你隨便呢 也不是隨便 你可以看幾本書 比如說 我講一下 比如說那個 走進我的交易室 又到寫國字 寫國字的事情 很久沒寫字了 走進我的交易室 它有這個東西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凡薩佛的著作 它寫了很多書 它寫了很多書 誒那你怎麼騙我還沒忘記 我也忘記了 它這兩個作者的東西都有提到這個東西 甚至包含所謂的傳統那個什麼海龜法 它也是有提到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東西 作為一個主要的東西 公文就好 我真的很久沒有看 看那種投資理台書 這我大家自己去書店google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才做下單 所以各位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在下單前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在下單前我做了四件事情 很多人只是一眼看上去 你感覺就下下去 或是看到它一直這樣 等不住就去追 所以你看這個步驟嚴謹程度差很多 所以要有這麼嚴謹的步驟再下單 然後呢 下單之後你就要設定好你的出場點 這個出場包含停損和停地 那停地點我們已經設定了 那停地點我們可以用某些指標 做一些所謂的追蹤出場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說 然後接下來出場之後 這個事情也很重要 最後這點非常重要 出場之後很多人會幹什麼事情 繼續盯著他看我有沒有出在一個不好的地方 我出掉多單之後繼續長 心裡又幹嘛 又在那邊糾結 那為什麼心裡會糾結 因為你好不容易來抓到一次賺錢的機會 而你沒有全部賺完你心裡糾結 所以這個糾結的原因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你潛意識知道自己可能賺不到下一筆錢 懂意思嗎 懂意思嗎 像我們出掉之後呢 我們會不會再一看 哇 分手的那個潛運有關變好正 然後就開始想不想吃 這個不行啊 不行啊 所以出場之後我們就等下一個機會 或是找其他市場一個進場機會 什麼叫機會 你要知道什麼叫機會 機會是什麼東西 我們一樣的以一個多頭趨勢來做一個說明 我們剛剛講喔 有沒有講兩點 確認趨勢 然後呢 確認進場訊號 確認進場訊號 所以我這個方式是一個swing trending 這個東西叫一個 什麼東西 就是回檔買進反韓放空的方式 我不做突破法 突破法那種什麼突破什麼均線 或是突破什麼50日高點 那個東西我不做 那個東西我已經做了幾年 我從2007年就做突破法 做到2013年以後我就不用了 因為那個績效有點狀況 我覺得那個方法比較不細 那這個東西呢 什麼叫機會 這個是一個機會 這個是一個機會 那我舉一個例子 如果你這邊出現你的指標去 也許你用RS來用KD或MACD 你都可以隨便 你只要去找什麼 你只要事後找一個圖 它的走勢呢 你注意看它在低點這附近 你的指標出現什麼現象 會出現什麼現象 然後你發現這個現象是一直在重複出現 它就是你可以用去 但是績效怎麼樣 這個就是各位研究的事情 那請問當你的指標出現了進場跡象之後 你沒有做到 於是你看到它的時候 它已經長到這裡來 可不可以進 可不可以進 我跟各位講 我們研究起來發現 現在很好玩的事情 我們可以在這幾個點 用一些指標去確認它的勝率 可是呢 我們無法知道 它繼續長這個中途會不會回答 這邊我們只能用一個追蹤停地的方式 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我在這裡進來 我用一個停存點放在下面 然後它盤子長上去 我停存點往上移 往上移 也許先移到成本 然後它又繼續往上移 移到掉下來的時候出掉 那中途當然有時候會有些小轉折 反正洗掉 那洗掉怎麼辦就算了 不要再想去做什麼追蹤 因為追蹤本身不是機會 那很多人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 那這裡沒做 這裡沒做 然後拉很高之後 開始想辦法想要進 想要進 就是 我前面明明我指標有出現訊號 可是我猶豫了 我沒做到我自己不甘心嗎 那我才想要在這邊進 那這時候呢 通常都是災難的開始 為什麼 因為你有經驗你都知道啊 也許你進了 運氣好還可以賺一段 運氣好還可以賺一段 運氣不好呢 你可能剛好這樣比較高檔 然後賠錢出掉 那賠錢出掉 我們剛剛問題又來了 如果你在這裡亂進 在這裡停損了 請問這裡在出現訊號的時候 你又要幹嘛 又要糾結了 如果你前面這裡賺錢了 請問這裡出現訊號的時候 你會幹嘛 你會做得很舒服 你會想我前面都有賺 我這裡我不怕嘛 所以這是心態上的差別力 你前面做錯會影響到後面 會影響到後面 這是心態第一種 那第二種心態是什麼 我們剛剛有講 你一直想拆高點 你一直怕 這邊就是一個最高點要轉折 所以你這也不進 這也不進 可是我們剛剛講高點只有一個 我們不曉得哪平台是嗎 所以如果你前面都有做 那這裡不停順 沒有關係 那最怕的是 你這裡不敢做 這裡不敢做 看了很久 從九千多看到一萬億 你還在看 然後呢 他忽然間怎麼樣 要一個比較大的回答 然後你就賠 我明明好像 我前面都看空 然後賠錢 然後這裡我都想看多 我怎麼又賠錢 那賠錢之後他送又上去了 那你就非常亂 你只能操作 你也不知道說 你到底在幹嘛 你根本就覺得自己的盤勢 你都搞不太大的心態 那這個都是一個 常見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這種東西就我們看 它是一個低級的錯誤 但是也是最常犯的錯誤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我們用一些比較實際的例子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整體這個操作怎麼樣 但 可能聽我講 就覺得 這個到達這個蠻好 畫一張圖 開頭一張圖